盘点田径五大神级进路 每一项都代表了人类田径最高水平 博尔特的9秒58成功入选 想要破最后一个科药都没有用 第一个 男子100米9秒58博尔特 2009年柏林田径试锦赛 男子100米决赛 来自雅买加的短跑传奇博尔特 以闪电之姿划破了柏林的夜空 将男子百米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完美诠释了 何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个形容词 并且从这个成绩创造至今已经过去了14年 先不说有没有人能打破连接近这个成绩的人都没有 由此可见这个成绩的含金量 比赛开始 博尔特的启动和戴衣 相信 并驾齐驱 博尔特在50米超到了前面 轻松地活动过去 9秒58 9秒58 第二个 男子跳高2米45索托马约尔 如果说巴尔西姆和邦达连科是乔戈里风 那么索托马约尔就是珠穆朗马 他们二人从2014年至今一直在冲击2米45的世界记录 其中巴尔西姆甚至冲到了2米43的成绩 但无论如何就是无法突破这最后的三厘米 索托马约尔从90年代出 创造的2米45秒距今已经保持30年 不敢想象这个记录被打破的那一天 整个田径圈又会有怎样的震动 第三个 女子铁饼76米80加布里埃尔赖医师 如果我不说的话 你知道这个世界记录 是田径所有项目中积分最高的一个吗 1382分的分数排在所有记录积分榜第一 如果硬要换算的话 这个成绩就相当于白米跑出9秒50 200米19秒01 110米蓝12秒37 这么说是不是屏幕前的各位瞬间就懂了难度有多大 这个时候再去讨论 有没有人破记录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这个记录未来会不会被取消 甚至将项目改向的问题 毕竟以目前的情况来说 真就找不出任何一个可能 第四个 男子跳远8米95 麦克鲍威尔 关于这个项目的记录 我想应该有很多朋友都知道吧 麦克鲍威尔在1991年的东京世锦赛上 信仰之跳 飞出了8米95的世界记录 以绝对的优势击败了卡尔·刘伊斯 拿下了这枚世锦赛金牌 打破了保持了23年之久的 8米90成为了新的世界记录 并且这个项目的成绩 未来很有可能依然存在 第五个 男子标枪 98米48则来自尼 这个项目就和标题所说的那样 即使是嗑药了 也没办法打破了那种 因为国际田连早就因为他惊人实力 将项目规则改动了 将标枪的重心往后移了一点 让标枪不会飞得那么远 不然很有可能就会出重大体育事故 随机送走一位现场幸运观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